嗨 小伙伴们大家好 说学逗唱的哥哥来了 请别忘记订阅我并按下小铃铛 不要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昨天是9月1日 是中国中小学幼儿园开学的日子 这一天被广大家长成为神兽归龙的日子 德云社的演员们也不例外 昨天纷纷送孩子进入校园 真是各家有各家的热闹 冯兆阳是最感性的 连发两条动态 他的儿子萱萱 今年成为一年级小学生了 冯爸爸先发了一张孩子的帅照 开学当天又记录了冯子轩进校园的瞬间 海山情地写道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 冯兆阳的儿子是第一天上小学 金赫兰的女儿则是第一天上幼儿园 9月1日这天 她和老婆一起送女儿去幼儿园 金赫兰说 小朋友 你的学业生涯开始了 请珍惜 烧饼家的大儿子烧卖也开学了 不过烧卖的情况怎么样不知道 烧饼倒是发了一张 饼嫂妖娃娃美丽的背影照片 烧饼说 因为烧卖上幼儿园开学了 所以我媳妇只冷起来了 看来果然是神兽归龙 假期结束 这当妈的终于解放了 刘鹤安家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 刘鹤安贴出了几张 儿子玩妈降牌的照片 说 今天应该是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日子 别人家的孩子都一早起来 乖乖上幼儿园了 但是他们家的步步小朋友 由于身体原因 没法去上学 于是在家玩了一天麻将牌 刘鹤安感叹说 人家都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他觉得步步小朋友 基本上算是退赛了 儿孙九香就更逗了 一张照片也没有 只写了一句话 还没来得及发上学的照片 他已经放学了 不得不说 真是相声演员啊 连孩子第一天上学 都能变成一个小包袱 也不是所有家长 都在忙着自家孩子 也有些家长怀里抱着其他人的孩子 九月开学的日子 鸾云平怀里抱的 可不是自己的女儿 鸾笑语 而是这个大宝宝 鸾云平说 当时搁得容易吗 还得哄师弟睡觉 网友推测这组照片 应该是两人在 北尾路贾一号剧组拍戏期间拍摄的 还有的演员虽然抱着孩子 但是这孩子却是爷爷 九月一日这天 谢金发了一张上小局 抱着他儿子的照片 他问上小局 抱着自己的爷爷是什么感觉 按照相守门的辈分 上小局叫谢金老祖 谢金的儿子跟郭德纲一个辈分 所以上小局 的确得管手里抱着的 这个小婴儿叫爷爷 而小局自己的儿子 都比他爷爷看起来要大一些 九月一日 也不是所有的演员都在晒孩子 因为很多人自己根本就是孩子 九月开学 主角就是自己了 上九席就在九月的第一天 发了自己的帅照 张九南也是 没有说自己儿子的事 倒是公布了一组 自己最近拍摄的照片 少年感十足 他开着旅居家的电单 出去看多余说 天桥新街口 三千湖管 汇管他都取过 今晚演出的演员 酸得上是他最喜欢 他回到家里 打电话 让我唱叫小班 他总是 只 留下电话 我看他就会说